究竟怎么撞到货车前方 一辆机车横躺在路中央宛如一滩废铁 机车撞到面目全非 以电零件全都散落一地 其实伤众不治 远景到场赶紧把机车拖到路边 再看到货车车头凹险毁损 挡风玻璃碎裂 无法想象当时冲撞瞬间有多猛烈 火车驾驶惊魂未定 撞击力道之大 就连行车记录器都撞飞了 新北市泰山23号凌晨两点多 发生这起死亡车祸 40岁的正姓骑士骑在中港路上 竟然撞上对象左转的火车 火车驾驶当时也没注意到对象来车 骑士当场惨死 我就是叫他 我就是先那天真的你有听到我说话吗 然后他就有回忽 他就呃啊这样 然后然后 然后我就赶快把电话叫 叫19 路过这行骑士赶紧报警求救 目睹车祸发生后 死者头部遭受重创 女子惊吓过度 在路边忍不住痛哭 男性有人露在怀里安抚 情绪难以平复 一场车祸就这样 带走一条生命 记者许志明黄子凤新北市报道